小周最近做了一些视频 让很多的大陆小伙伴都发现了台湾的美好 也都清醒地认识了在医、食、住、行、社会医疗 以及全行业各个方面领先中国大陆 甚至领先世界的现状 但仍然有很多人看不到这些视频也无法分享 但我想客观地看待台湾、分析台湾 对大陆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进步是有好处的 在全国的各个网站上都能看到 中国大陆城市调打台湾的帖子 数量之多让人惊叹 但筛选一部分看下来总结几点 基本都是台湾最好的城市在中国大陆只能排进三线 或者说是二线下游水平 台湾的基础设施老旧、高楼大厦除了台北101 全都拿不出手 看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记 或者中西部的核心城市不是吊打是什么呢 我在好几期的视频中都写过这种拿GDP和高楼大厦来对比的网友 实在让人恼心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不到平均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不到民生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不到眼前的收入呢 我不想再一遍遍地拿数据来说话已经毫无意义 这些都是思想的迂腐 真正好的城市定义是什么呢 很多人对城市的印象应该是繁荣的 川流不息的汽车 到处堆满了高楼大厦 以及各种现代化高科技的基础设施 但这只是肤浅地认为城市的样子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车 有没有亲戚朋友 而是一个城市的温度 这里主要体现在 这个城市是否为您着想 替您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台湾城市 无论是从舆论环境 自然环境 还是城市的温度 人们的素养 城市节奏 城市激情 城市态度 等等方面都远远甩开了大陆的城市 虽然我生活在大陆 但这就是客观事实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能明白 比如人们的素养认知 在台湾不会有人觉得 城市建设的高楼大 高楼高 霓虹灯亮 就是发达 不会有人觉得 自己认为的就一定是好的 正确的 从我接触过的台湾人口中 我会发现大部分人 都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在做出自己判断的时候 总是能够倾听 思考 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看法 这种思考方式 其实包含了换位思考 而不是崇尚权威 而中国大陆 哪位朋友能够拍着胸口说 我不崇尚权威呢 你不想崇尚权威都不行 因为这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当所有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崇尚权威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许就是玄学中的身不由己吧 再来看很多网友对福建未来发展的看法 一部分网友认为 福建在沿海除了多山以外 似乎很多都满足了沿海省份高速发展的条件 在此不再列举 但是唯独台湾阻碍了福建的发展 这种思想我想多半是老套的和非理智的 台湾怎么可能阻碍福建的发展呢 我们反向推理 为什么有这么多帖子说 福建的GDP已经超过台湾了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说 福建未来将狠狠地甩开台湾呢 其实除了夸张的成分 多半是赞扬福建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 如果没有台湾的局势问题 福建将发展得更好 这只是假设不应该采信 那台湾也可以说 假如没有福建 台湾也能发展得更好 同样的道理 局势方面不是咱们深入讨论的主题 福建和台湾相比 哪怕GDP超过台湾了 我觉得都没有可比性 首先统计的口径是不一样的GDP 再加上汇率的干扰 很难直接比较 况且这个数据 你怎么知道它就一定是真实的呢 有一些人认为 过去福建受困于台湾 不敢搞基建 但福建靠民营经济和海外华侨的资本 活得也不差 近十年 中国大陆军事实力加强了 所以可以搞基建了 在八山一水 一分田的格局下 首先实现了市市通高铁 目前实现了动车缓线 即围绕着各地级市绕一圈 未来还要实现线线通动车 基建搞得晚 反而可以弯道超车 还有人认为福建很多建设 明显是针对台湾的 比如福州以前是没有高楼的 怕打仗被攻击 以前最高的才200多米 现在建设了518米的高楼 预计2024年完工 台北最高的101 508米 高这么10米 显然是故意的 这些都是什么观点呢 让人摸不着头脑 至少我不会这么想 小周倒是觉得 中国大力扶持福建发展经济 增加了很多招商引资 对台湾的优惠政策 台湾有识之士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福建发展 在几十年的合作中 已经受益很多了 理应该给予感激之情 至于很多人停留在中国大陆 整体优越于台湾的感觉之上 其实很多台湾的小伙伴 根本就想不到深层次的原因 有的人归结于防火墙的存在 有的人归结于宣传的不客观 有的人归结于大方向的需要 但人上了岁数或者超过40 就能想明白了 根本的劣根性到底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还是爱面子和虚伪 这看起来有点贬低自己的意思 但说实话一点都不过分 不是贬低自己 是很多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 重新洗牌自己 包含思想和素养 素养通过学习可以提高 但思想问题就比较难了 受到社会和家庭等等 各种环境的影响 唯独时间是个好东西 它能让一部分井底之蛙 看清这个世界 倘若哪一天井底之蛙 被人给捞上来了 那真是海阔天空 正确地看待台湾 正确地认识中国大陆 是良好交流的开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